6月12日清晨 新竹市北门派出所辖区内 一间KTV发生剧 众斗欧事件 警方迅速启动快打警力赶赴现场 发现一方人马震对另一名男子是已暴行 警方优势警力到场后 姿势方却借酒醉对远警入骂三字经 丢职冰块 过程中遭民众拍下画面 这一警察打人 本分局于6月12日5时49分 接获侠内KTV发生剧中斗欧案件 立即启动快打优势警力到场 斗欧男子借酒醉对远警入骂三字经 并丢职冰块攻击 远警随即以辣椒水反制 并强势压制嫌疑人 过程中因远警强势执法 制止嫌疑人抗拒行为 遭在旁民众策入 质疑警方打人 及非知识民众酒醉失态 强大远警兼备 考量当时冲突以缓和 且非知识犯嫌 远警未及时制止民众失态行为 本分局将加强教育同仁精进执法技巧 本案居中斗欧部份 以当日将市民嫌疑人依现刑犯逮捕 并依刑法150条居中斗欧等罪嫌 移送新竹地检署偵办